拒絕全台停電大風吹 各縣市輪流停電 決策者出來面對 拒絕台電基層人員背黑鍋 台電的人員為民進黨政府來背黑鍋 這是國人不要看到的 以及拒絕決策者隱身幕後 民進黨政府 包括要新上任的經濟部長 包括賴清德總統 要不要來公開對國人說明清楚 能源政策錯誤要不要負責 另外我們也要譴責台電發出的新聞稿 你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反而你是在檢討用電人 要全台的民眾都當聰明的用電人嗎 這一點真的呼籲民進黨政府 好好的面對國人的憤怒 錯誤的能源政策要不要檢討 請民進黨政府公開向國人說明清楚 電力就是電力電力是民生 是國人沒有辦法用到合格無餘 而且穩定的用電 而現在415也都已經被講出來了 是用天價來購買電 用12塊來去購買電 來避免當天的全台大庭電大跳電 民進黨政府好意思在說嘴嘛 與其講人家用政治來解釋 倒不如自己想想 為什麼過去能源政策都用政治來操作 用政治的腦袋來去做 台電應該要穩定給予的全台供電問題 所以決策者還要隱身幕後 決策者還不願意面對 只推總經理 只推台電基層人員出來背黑鍋 我們絕對沒有辦法接受 市長請教一下就是說連日來啊 台灣地區就是多處有停電的狀況 那台電的總經理就是請辭民主他 我想台電的總經理才是技術本位 他本身非常了解整個能源政策的一個配比 能源政策要怎麼樣 提供一個非常穩定的電力合力的電價 才是我們在經濟發展產業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石 那怎麼樣讓我們產業能發展民生用電能夠穩定 讓我們基本的生活免於缺電的困擾 那現在極端氣候這麼樣的炎熱 事實上如果沒有做氣溫的調節 整個氣候的一個調整 室內跟室外的溫度真的差距太大 實在沒有辦法過一個非常舒適的一個生活 我想現在已經走到 如果沒有冷氣可能大家全身是幹的 工作也沒有效率的 頭昏腦脹的 所以我想最重要正本清源 我們的能源政策應該是要從食物面 從實際面從技術面 從整個能源政策的配比 是不是要做一個調整 我想這個是非常基本的 不要太犯政治化 那也不要太用政治的操作 跟政治的口水 我們還是要回歸現實面 主席那台電總經理王耀廷請辭會不會認為他只是帶罪羔羊 那主席會認為最該請辭的是誰 不過台電生命還檢討用電是適當的 台灣的用電每一年還是在成長 這是不變的 但是我們都知道如果有錯誤的政策 或者民進黨不斷的任性的一些作為 造成整個能源的錯誤的配置跟能源缺電的問題 這才是最嚴重的 那你一百個台電總經理 一千個台電董事長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只有改變政策 那大家都知道新的民進黨政府 完全都是賴清德意志 那既然是賴清德意志 那就請賴準總統提出來 你新的政策能夠徹底改變 如果再繼續堅持這樣錯誤的政策 那換誰來做總經理都是帶罪羔羊 為什麼最近桃園跟台北都有些停調電的狀況 對於現在電力的狀況你有什麼狀況 是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主張說 我們國家的能源政策一定要正確 那因為國家的電力或水力 都是國家獨營的 活營的 那既然國家要經營沒有開放民間 那國家一定要保證供應 而且要穩定的供應 那不要讓民眾他生活上 那處在一個風險當中 那有時候停電 有時候停水 影響到民眾的生活跟經濟的發展 哇 這麼多年來 大概停電的理由 台電停電的理由不一而足 最常發生的就是小動物 我記得以前有動物 椅子 今天是設備聽起來比較正常的理由 今天很多小動物 不知道是什麼 松鼠嗎 還是老鼠還是小鳥 反正很多理由 台電就是這麼多年來 不停的發生這樣的事故 事實上我們真的要好好地檢討 我覺得這個也不是 你說如果是設備 那是台電的設備 維護不良嗎 我跟你講真正的原因 我覺得就不要再找這些智慧莫及的原因 把這些 這些 就把這些 跳電或是停電的理由 推到這個基層員工的身上 真正的原因就是我們的人員政策有問題 我們的人員政策讓我們的供電沒有辦法那麼穩定 那這人員政策決定的是上位的執政者 是決策者 那你今天不管是說 是說什麼 一隻松鼠或是什麼一個設備 這個都是把這些跳電或停電推給基層 我覺得身為這個 身為這個 我們最高的行政長官 應該要 應該要知道說台電的這些基層員工 台電的這個團隊事實上是真的是很努力的 今天會讓他們這麼的力不從心 常常會遇到可能跳電或是停電 就是因為你們尚未致敬的政策有問題 你們要勇敢的面對這個議題 民進黨2025的這個 非核家園 2025是要非核家園 我想他要去面對他們長久以來 自己一直主張說這個非核的這個 反核的這個神主牌 民進黨只有勇敢的面對我們台灣的這個 電的危機才能得到根本的解決 不然就只能不時就是把責任推給一些動物 或一張椅子或者是基層員工 或者是去要求這些大老闆 那些科技廠的大老闆 不然你就先不要用 我覺得這個都不是一個 國家在經濟產業發展的一個正常現象 這個我覺得民進黨還是要面對他們勇敢的來面對他們當時的這個錯誤 那總統他現在要上任了 他可以勇敢的面對以前執政團隊的錯誤嗎 昨天這個不只一個地方跳電 我想細節不用講 大家都很清楚 有一句話大家都知道說 上量不正下量歪 這個能源政策在蔡英文八年之內 方向走版 大家看得很清楚 民進黨一直不肯面對 這個上位不到位的能源政策 造成台電的財務的吃緊 所有的這些電力基礎設施維修都不到位 所以漸漸的漸漸的這些跳電的這種意外跳電的這種現象 越來越頻繁 我是一點都不意外 所以我在這邊一方面就是請台電加緊 因為桃園是用電的大事 工業用電尤其是非常的明顯 所以請台電務必加強在桃園這邊基礎設施的檢修 二方面也請這個賴清德總統和新任的這個經濟部長 在能源政策開闊心胸 好好地去檢討過去8年這種錯誤的政策 這個昨天電力我們又負載了 這個尖峰達到3527萬千瓦 但是花蓮和平1號機都還沒修好 那中火的7號機 大潭8號機也接連故障 連這個太陽下山之後熱光電也都不夠 那最後這個水利發電也是全開 還叫這個台積電要減少用電 那自己開發這個所謂的電機才能勉強躲過這個限電風暴 但是現在才4月台積電已經變成所謂的 台積電已經變成所謂的發電公司了嗎 處置這樣的做法是諷刺到時候如果戰爭 難道是像所謂的戰爭了嗎 這道理很簡單 就是說原來因為你晚上有核電了 機載電力了 大概佔了十幾%的電 那現在因為核一核二核三 核一核二就被你關了嘛 核三也快了 所以呢你的這個核電比例就少了 那你的機載電力就少了嘛 那你要靠風力跟太陽能 特別像昨天五點多沒有太陽了 當沒有太陽的時候你就沒有太陽能了 然後你的連續四部機組都出故障了 本來就天有不測風雲了 不管是颱風啊地震啊天災人禍都有可能發生 再加上機械這種東西 他說壞就壞了 所以為什麼說他那個被載電力要大一點 被載容量要大一點 就是說萬一出了故障以後呢 我還來得及救他嘛 那昨天一度被載容量只剩下2%多 那很危險耶 他們已經做好北台灣要停電的計劃了 只是呢 這個水利昨天這個水利還算好 然後另外呢 他們就叫這些台積電這些用電大戶呢 把他的柴油發電機 包括合一合二的柴油發電機都拿出來用 發電然後再回饋 放到那個這個線上去讓其他電用 所以才沒有當機 才沒有跳電 才沒有造成停電 然後呢我相信很多大戶一定被要求呢 降載 降低他的這個負載 這是很兇險的事情 很危險的事情 對不對 你合一合二廠停掉 連那個合一合二廠的柴油發電機都拿出來用 已經到了真的是已經到了窮途末路 捉襟見走的地步了 台電我們每年還給我賠一兩千億 多危險 多危險 所以 談到發電 你一定要談到 電的這個來源是平均的 多元化 而且你2050年那時候要靜零 你現在怎麼可能做到靜零呢 你做不到的 你怎麼算也算不出來 所以核電應該佔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現在的很多國家其實都是這樣 日本韓國什麼 中國大陸什麼 都是這樣 連美國可能都這樣子 慢慢很多舊的電廠都要讓它恢復使用 那只有我們是民進黨是逆世界潮流 逆這個逆行逆流 你怎麼做得到呢 你做不到的 所以昨天只是一個警告 未來有的苦吃了 不但電隨時可能會停 隨時會不夠 而且電價還不斷的會上漲